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从美国Silicon Valley的一家墨西哥快餐馆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看到午餐的时候 到底门庭落势呢 还是门客裹足不前呢 如同过去两个礼拜 今天周五市场一样 市场就停在20,900点上下波动 裹足不前 主要的原因市场定金在下礼拜 联储局到底升不升息 几乎毫无悬念的 美国联储局应该要升息 但是美国财长牛庆在本周向国会做见证提议 美国应该提高债务上限 因而要发行债券 如此的话 美国联储局 美国的经济 陷于两难当中 让主播来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升息成为两难当中 第一 当美国升利息的时候 你跟我车贷房贷 你就要多付 因而你就少有现金 因而你就少到这家快餐馆 来买卖 来交易了 第二 因着利息的增高 美国外销能力也降低 因而美国需要进一步的刺激经济 第三 如果提高债务上限 利息有可能往下 如此的话 又升息又降息 成为两难当中 讲起来非常简单 做起来非常的困难 愿上帝也给川普总统 有聪明有智慧 处理到底升息 还是发行债券的问题 智慧人的话语 耶稣说 耶稣是生命的粮 如果到耶稣面前的 必定不饿 到他面前的 喝着水永远不可 利息到底要涨 涨得多快 愿上帝给我们叶伦主席 跟川普行政团队 有聪明有智慧 因而经济复苏 你跟我可以常常 上这馆子来交易了 哈威尔欠好友钱 从美国Silicon Valley的一家 墨西哥快餐馆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 下次见